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昨天下跌了 54.33点 收盘指数1083点 跌幅0.54% 成交金额1435亿元 OTC市场也是下跌了 0.64点 收盘指数是129.99点 跌幅0.49% 成交金额385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伟杰如何来看待台北股市经过 应该是说全球的市场 经过了星期一 那么这个大涨之后 好像从昨天开始 从亚洲股市开始 就有一点点疑虑了 觉得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似乎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前景乐观 看到美国股市在今天凌晨 甚至于大跌 当然它还有这个 殖利率倒挂的问题 可是它殖利率倒挂 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疑虑 那也会是全球性的 要如何的来看待 方言长大道 我想其实在这个礼拜一的 这个全球庆贺声当中 其实我们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各自的新闻稿当中 已经发现了一些猫腻 也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的态度 跟看法还有讲法 内容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照理说都是参加 同一场的这个会谈 为什么讲出来 大家的重点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这个休战90天的这个过程 另外在农产品的扩大采购 这个区块当中 其实都看到很明显的差异 所以其实这个代表的是说 其实中国跟美国 其实他们只是营造出一个表面上的和平 但实际上呢 在台面下还是有一些 暗套汹涌的一个状况 所以贸易大战并没有办法 能够像市场上预期 这么样子的快速度的 进入到中战的阶段 现在只是休战期间 那在休战期间当中呢 市场也开始怀疑说 按照过去川普的这个言行举止 他很有可能在这90天当中 又有一些新的花招 所以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些关注 那当然刚刚凤云有提到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利率倒挂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利率倒挂的这个现象 是过去在这个联主会主席 就是格林斯潘所提出来的 他们又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去检视过去 这一百多年以来的美国股市 每一次只要出现股市大崩盘之前 一定会先出现利率倒挂 到目前为止 这个指标的这个验证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一个指标 它的验证率是百分之百 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相关的辅助的指标 它的验证率没有那么高 都能够高达 通常八九成已经很高了 八九成已经是高度高度正相关 可是它是百分之百 但是大家也不用说太过的紧张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利率倒挂 它的一个反应的现象是至少在明年的 整个景气的发展上面是有些疑虑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甚至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特别提醒大家 在这个油价崩盘的过程当中 明年肯定在通货膨胀的这个上升的过程中 是比今年还绝对是比较温和一点点 那当然FED的这个主席鲍威尔 在过去的谈话当中也很明显的从鹰派转为鸽派 所以当然在最近的美元指数上 上面的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偏弱势一点点 可是我们看到美元指数 虽然是我们一直观察重点 一直期待说美元指数是不是会转弱 它是不是会往下跌 那美元指数后续的表现 观察的点位就只有一个 前一波的第一点 大概在96这附近 这是一个整数 大家记96就好 96如果确认跌破 那么代表美元指数后续 往下走跌一波的可能性就高 那只要美元指数往下走跌一波的机会大 那代表全球的金融市场反弹的空间大 时间会比较久 那如果说它没有跌破前波地点 那大概美元指数就只是维持在高档的震荡整理 那当然全球来讲 金融市场的反弹空间就会比较小 时间就会比较短 那这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观察 那当然这个美元指数 在未来的表现 我们还是有机可循 那昨天晚上 欧美股市的中后 其实从昨天早上的亚洲盘的日本股市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日本股市莫名其妙跌了500多点 大家都还上了 搞不清楚 就是梦不着 因为日本是昨天亚洲跌最凶的 跌了2.39% 对 那所以其实大家就觉得 到底日本股市为什么跌 那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 这90天的停战的缺口 基本上市场原先以为好像是实质的利多 可是他发现根本就不是利多 因为从发言当中去做推敲 是有一律的 感觉上像零尺 对就一路的会延烧到昨天晚上的欧洲 美国股市 那另外我们要留意一下在欧元区的部分 最近的情况是比较不乐观一点点 除了英国我们之前讲脱欧还没决定 然后呢意大利的预算案也没有敲定 德国的基本面变差 政治面的动荡 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法国的黄背心之乱 这个是造成整个欧元的这个汇率 持续走扁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也是美元指数跌不下去的最重要关键 可是按照过去这43年的统计经验来讲 每一年的年底 欧元都会出现一些升值的状况 那相对来说美元指数在年底 走跌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那这是过去这43年以来 欧元对美元的一个 汇兑的情况的一个统计几率 大概是呈现一个高度正向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未来欧元升值之后 美元指数往下走跌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刚刚在回应到前面 我们提到96的这个关键点 会不会被跌破 跌破之后走跌一波机会大 所以这个全球的反弹的空间大时间 就比较长 那当然昨天的美国股市 最重要我们要观察是在 费城半寮体指数 它已经去封闭掉了 这个所谓的礼拜一的 这个多方的攻击缺口 那我们就简单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费城半寮体的10月17号 跟11月8号的高点的这个连线 10月17号 对 到11月 跟11月8号 这两天的高点连线 它会出现一个景线 这是费半指数过去在指数突破的时候 有一个景线的位置点 在昨天已经被跌破了 对 这也跌破了 对 昨天已经被跌破了 所以其实按照费半指数 跟台北股市的高度真相关来讲 同样的这两天的高点连线 也是台北股市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 一个短线底部的一个景线的位置点 那费城半寮体已经跌破了 那台北股市今天就要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挑战 那在前一个交易日费半指数 在长虹大涨 礼拜一的时候 长虹大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发现到一个现象 台积电的ADR 它并没有因为费城半寮体指数领先越过11月的高点 而同时出现越过11月份高点的状况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表现相对比较弱势 那在台积电表现相对比较弱势的过程当中 今天的台北股市在电子股的部分 而受到的挑战就会比较大 尤其是昨天的这个半寮体的产业当中 包括美光 包括科雷 应用材料 Intel 台积电的ADR NVIDIA 这个跌幅都是四个百分点以上起跳的 而且这些半寮体的最上游 他们现在下单确实也都减少了 对 那另外在科技产业当中 大家最喜欢看的尖牙股 加上苹果 昨天的平均跌幅是四个百分点以上 美国的银行类股金融股 也跌幅是超过四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不管是在电子股 还是在金融类股当中 要受到的挑战就非常大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一条10月17号跟11月8号的 这条连线的景线位置 刚刚好对应过来 就是台北股市在12月3号 就是这个礼拜一 拉出长红K棒的那个 长红K棒的低点的位置 所以大家只要记得 长红K棒的低点 不要被跌破 那基本上台北股市 都还有继续往这个 10月11号缺口 去进行挑战的机会 那如果说 今天不小心又被跌破了 那收盘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能够收复的话 那只能说再回撤前波低点 然后可能在网上攻击反弹的 这个力道上面 就会稍微比较偏弱一些 我们让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所谓的 礼拜一的长红K棒是9979点 以集中市场来讲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跌破9979点 万一 因为现在美股是大跌的 所以今天开低的几率很高 没错 如果说是跌破9979点 就要在下探前一波的低点 这前一波的低点 指的是11月21号或23号的那个低点吗 对没错没错 那就是9632点 没错 因为这波其实从9400涨到1万点 涨到600点 那如果说未来还是有机会 总不可能说这波反而一路的 就往上涨都没有回挡 那以按照这种600点的涨幅之后 回挡一半其实还算合理 那重点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新台币的汇率今天的挑战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新台币的汇率只要能够维持在 31到30.6这个中间去做一个波动 基本上外资的调节力道是不会太大的 可是今天的新台币汇率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变化 如果它还是能够维持在这个 稳定的区间当中 那对于外资来讲 大家比较不用过度担心 外资会有庞大的卖压 那另外在结构的观察点的时候 电子股 其中台积电我们刚刚讲到 台积电的这个观察重点是最重要 因为它在基本面已经出现一些变化 为了要稳定它的订单 它开始出现降价的一个状况了 那另外11月份的前波高点是没有越过的 那所以另外在平概股的鸿海跟大力光 就变成说也是相对的重要 那股王全王人气王这三档的全职股 今天在盘中是如何表现 就会影响到台北股市 未来的反弹的强弱了 你刚刚提的都大盘 所以在个股上面 其实你 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只有一句话 就是保守应对了 对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找一些族群性比较一致的 比如说像生计 那在昨天的拉回的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也要有一些警觉 我们在想 大盘在掌声的过程当中 其实或者是产业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拉回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小心 听损听力点的设计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 欧伟杰